太可怕了 你知道現在只要打字 AI就會生一支影片給你嗎 看看像這個 一隻太極熊在畫肖像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有一支影片 這個如果你沒有跟我說這是AI做的 我可能就想像這是一個公讀生 穿著這個布偶裝然後在那邊畫 再看看別的 機器人在時代廣場跳舞 好 可以看到就是這一隻機器人在那邊搖擺跳舞 真的很吃驚 他要怎麼樣去做到把畫面合成這樣在一起 或是像這個 貓拿著遙控器在看電視 他那個手有一點點怪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出 AI很努力的把這個影片做出來 或者是再難一點的 一個毛茸茸的小樹冉 戴著一個橙色的針織帽 試圖找出一台筆記本電腦的特寫 高度詳細的工作屏幕反射在他的眼睛上 這夠難了吧 這個就是AI生成出來的 馬上這樣進行合成 而且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如果說是用合成 帽子居然有辦法戴得那麼好 他就不只是找網路素材而已 他是讓那一句話成真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Megery AI 他是用文字轉換成圖像 那他可以用來製作出令人讚嘆的藝術品 現在就想像這些藝術品可以動起來 這一個技術是來自臉書Meta 叫做Make a Video 很簡單就是做出一個影片 那他可以轉換你打出來的文字 變成影片給你 那雖然他這個工具現在還不太成熟 但他官方已經有很多案例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好 那像剛剛我講的那些 都是比較超現實主義的風格嘛 那現在我們可以講一些實際的 比如說來一個特寫藝術家在畫布上面畫畫 或者再輸入油過珊瑚礁的小丑魚 或者是一對年輕的夫婦在大雨中行走 這種敘事的句子也可以 這樣大家都不用拍素材啦 就AI生成就可以了 或者是馬喝水 然後這邊就真的一隻馬喝水 其實這樣子感覺好讓人起雞皮疙瘩喔 就是AI他真的有辦法 依照你的文字給你你要的影片 好 那接下來可以看看一些比較風格化的喔 好 那接下來可以看看一些比較風格化的喔 比如說超現實的太空宇宙登陸火星的樣子 這種素材應該就沒有人特別去拍了吧 如果要弄3D去做也要花一點時間 但AI他就這樣合成出來 或者比如說一對穿著正式晚裝的夫婦 他們撐著雨傘困在輕盆大雨中 然後是油畫風格的 然後他是會動的 他以風格來講真的就是油畫風格 或者是窗邊有一張桌子 陽光透過然後照亮一堆書 AI就塗了一個畫面 他還有運鏡 然後很唯美這樣的光照效果 真是覺得十分不可思議耶 好 那再來是一個動態的emoji 戴著紅色的帽子 藍色手套 綠色襯衫 藍色褲子的熊貓寶寶 欸 這個很細節喔 就是如果AI瞬間給了一個 我沒有辦法預知的東西 我可能會一開始被嚇到喔 那目前這些都是 臉書Meta他們釋出了一些範例喔 然後他們也怕 這些影片被人家誤會認為是真的 他們還壓了一個浮水印 那他們這一個AI模型 現在多強大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文字變成影片之外 還有給單張圖片 他就讓這單張圖片給動起來 像這邊有一張世界名畫 嘉莉莉海的風暴 然後他丟進去給AI AI就讓這艘船航行起來耶 上面的人是有點糊掉了啦 但是真的有一種在暴風雨中 紅前進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在製作上面 時間的比較上 AI這樣真的恐怖很多喔 他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就生成我們後製要做很久的東西出來 或者像這個靜態的做瑜伽的照片 然後丟進去AI 欸 他就讓他這樣子微微的這樣動起來 然後還有一點太陽的光暈在這邊 或者是一個靜態的海龜 AI就會自動判斷說這是一隻海龜 然後讓他的手腳這樣動起來 好 剛剛是單張圖片 現在來看多張圖片 比如說現在這邊有兩張隕石不同時機點的照片 那把它灌入AI AI居然就有辦法讓這兩個照片之間 相關聯起來變成一個影片 或者是這兩張視覺圖 AI就自動把它們融合在一起 或者是這一張 可能是影片中的其中兩針 那灌入AI之後 AI居然有辦法讓這些人行走起來 可以看出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你跟我說這是AI做的 我覺得已經很不可思議了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這AI還有一個強大的功能 你只要把你的影片丟進去給AI 就會給你其他不一樣創意的影片出來 像這邊比如說有一個太空人的影片 他就在太空中漫遊 然後他就灌進去AI AI就給他其他太空人的影片 那你可能覺得太空人真的很不稀奇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影片 他這個是一個很毛茸茸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生物 丟進去給AI AI就自動生成類似動作的 一樣毛茸茸的不知名生物 甚至還有一個是會這樣變形 從小然後長出來 所以他使用時機就是當你一個素材 你發現不夠用了 你就是丟進這個AI AI就會給你更多影片出來 或者是這三隻兔子 他們就在吃草嘛 然後就灌進去給AI AI就給了其他 種不一樣兔子在吃草的影片出來 那META他們還有做出其他案例 我們就一個一個分享給大家看看 一種小型驗化的食肉哺乳類動物 皮毛柔軟 鼻子短 爪子可伸縮 得出這樣的結果 一隻黃金獵犬在日落時分的時候 的美麗熱帶海灘上吃的冰淇淋 而且有高畫質 輸入一隻色香牛在美麗的野花上吃草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一隻藍色的獨角獸 在神秘的土地上飛行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人類在火星上建造高速公路 非常的詳細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帆船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 的一個山間湖泊中航行 超級詳細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在微積分的課程上 很困惑的灰熊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一位芭蕾舞演員 在一座非常高的摩天大樓屋頂上 表演美麗而艱難的舞蹈 他身後的城市被照亮光芒四射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一個騎士騎著馬在鄉間滿步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一隻熊貓在鞦韆上面玩耍 得出這樣的結果 哇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怎麼想 那META現在他們的進度呢 只是先釋出有這樣的技術消息 還沒有開放讓大家去試玩 但是他們有開放一個表單 讓想要搶先試玩的先去填寫 我呢 是先去填了啦 之後如果真的可以玩的話 我們再想個企劃來玩給大家看看 結果隔沒有幾天 Google也釋出了類似的技術喔 這邊也看到是Google 他們自己生成的一些案例 跟剛剛META他們做出來的滿像的 那我們來看看Google生成的如何 輸入從童話故事書中 長出文本 Image Video 形狀的心芽 然後有流暢的動畫 得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一隻泰迪熊在紐約市奔跑 得出這樣的結果 我突然想到這個AI是什麼情境下可以用 當你需要一支沒有辦法辦到的影片的時候 有安全問題 執行困難 那用AI的話就可以幫你把這個素材伸出來 或者像這個 輸入船頂上的自行車 他就得出了這樣的結果 AI就是有辦法伸成一個帆船上面 有腳踏車的影片出來 其他大家可以看看 熊貓自拍 一隻熊貓開著車 一隻頭戴生日帽的快樂大象在海底行走 太空人騎馬 一隻貓在碗裡吃東西 然後有飯骨的風格 一隻正在洗碗的泰迪熊 好 差不多這樣 大家如果有興趣 還可以到他們的網站上面看看 我為什麼最近會一直分享高科技主題類型的影片 也是因為慢慢發現 我們很多辛苦後製要做好幾天的東西 現在已經可以靠AI達成了 因為這些都是讓創作 會有更多想像空間的好用工具 可以想像會不會以後的電影 也都是用AI生成的 然後可能之後就是標榜 所有電影都是假的 好啦 期待META跟Google 趕快釋出這個AI模型 讓我們可以玩玩看 那未來如果你想看我實測這些AI 不要忘記在底下按個喜歡 讓我知道 也可以幫助這支影片被更多人看到 那最後影片結束後 喜歡的話歡迎分享 並且訂閱追蹤的主持人Huber 一起打開你對科技的想像 掰掰 還在煩惱、自行、特效、配樂嗎 我們集結台灣專業動畫師與音效師 共同打造台灣綜藝字卡 精心製作超多組 形容詞、情緒詞、撞聲詞 每個都做好動畫配好音效 讓你早點收工 點閱跟著衝 想掌握觀眾眼睛 就快掌握台灣綜藝字卡